本期视频我们将学习如何对Insta360影视Pro2的内存卡进行格式化 Insta360影视Pro2所需的TF、MicroSD卡与SD卡 需要是达到写速度等级V30的UHS1存储卡 Insta360影视Pro2经常录制高分辨率的视频 多文件产生的数据碎片容易形成沉积 有影响卡速的风险 建议定期格式化存储设备 尤其是在重要拍摄之前 请使用相机来对内存卡进行格式化 电脑深度格式化耗时过长 不推荐使用电脑进行格式化 在相机屏幕菜单上 依顺序选择进入相机设置 Storage Storage Space菜单 在此菜单下可查看当前相机 所插入的存储设备的已用容量 剩余容量信息 按确认键点击某一个存储设备 相机会显示确认执行格式化的提醒 继续点击确认键 即可开始对所选的存储设备进行格式化 请注意在格式化前务必备份整理存储设备上原有的数据 格式化一旦完成后 数据将不可恢复 Insta 360 影视 Pro 2 的6 张 micro SD 卡 可以一键同时格式化 选中任意一张 micro SD 卡 点击进入下一步 可看到Format this card to XFAT 只对当前的 micro SD 卡进行格式化 或者Format all devices to XFAT 则对6张 micro SD 卡同时进行格式化 格式化完毕后 如果出现 Formatted success 的提示 这代表格式化成功了 如果提示 Failed 则代表格式化失败 请检查该存储设备是否设置了血保护或已经损坏 解除血保护后 请重新尝试格式化